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生委的主任张峰先生 我为什么一下油然而生好感 因为他提出要关心 不要光关心百姓的菜篮子 还要关心农民工的被窝子 他认为农民工3000万的农民工 有严重的性饥饿问题 仅仅只是在广东省而已 3000万 那全国就一个多亿了 最近国家也关注被窝子 也不是了 就是一号文件提出要关心农民工问题 一号文件2010年 然后这里面还讲到一个数据 我倒是你没想到 今天的说农民工 农民这个色彩淡了 因为这里面60% 也就是说一个亿 差不多有一个亿多一点的人 你想到没有 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 没中国田 对啊 他们也不会干农活 在村里上了初中啊 或者高中啊 他就出来打工 这些人 他是不要回到农村的 回去你要让他干什么呢 而且他这个被窝子里面寒冷啊 你看 这张照片 我们给 有人说象征了 一些农民工的这个状态 我为什么说人家这个张峰主任讲 广东有3000万农民工 由于长期不能解决性生活问题 长期处在饥饿状态 这个性病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蔓延 而且还有很多什么性犯罪的这些问题 这是光棍啊 他一年能跟老婆见几面啊 我之所以说 对这个还没老婆 对啊 我对这个官员生好感 就是说哎呀 我总算看到一个官员 能够说从比较照顾人性的这个角度出发 去提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不道德下流 什么一提这个性爱 就是下流 就是下流 就就就就就就要管 就要淫乱 就要扫 而是从一个体贴照顾人的正常需要的角度 去说这个事 风哥是叫大慈悲心啊 真的是大慈悲心 真的 没错 我跟上我昨天一看那个选题的时候 我就想 这邓文涛这住海边管的也真多啊 管的真远啊 今天这事情都管 而且我会觉得 你来找我谈这个话题 我都会觉得说 这这这话题需要关注吗 结果呢 我等我一一的把我们的一些材料 还有网上的一些那种那种评论 看完之后 我忽然 对也心生很多这种悲悯之心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大很大 巨大巨大的问题 我我我先告诉你 郭美关心民工的性质 没有那民工以后就视你为偶像了 不是 我觉得我们起不到什么力量 但是我跟你讲 我自己的一个一个实际经验 最近呢 因为我在北京 我有朋友的餐厅要开幕 那现在在赶工 所以就大量的那个那个民工 在那边赶工啊什么什么 我就一起去看工地 我还记得那天刮的特别大的风 我我一走进去呢 我刚才我是穿的羽绒服 把自己的包的密密实实的 然后我一走进去之后 我告诉你那个画面是 就是说所有在天花板上 弄弄电焊的 在地上聚东西的木工 就是忽然之间的一秒钟 哄 安静下来 全部人一起看着我 我却觉得说 总算看见个女的了 我是裸体吗 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我是被看得浑身的那种 不自在那种 就觉得 能够找个地洞 钻进去 我就钻进去了 你倒过来想想 你的魔力有多大吗 不是 我告诉你 我感觉也不见得是说 看见个女的 我觉得是看见你啊 就觉得有点拍眼睛奇 就是 你这个模样的 你这个模样的 他少见 你说有穿个羽绒服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整个穿羽绒服包起来的 因为风很大很大 对 个儿这么高 又包起来 他看着是很拍眼睛奇 这种景象 高尔基以前写过小说来表现 说一大群的男的 他们的生活 态度 说话 就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个女的 那些男的全变了 就说话的态度啊 姿态啊 什么 高尔基还专门写过这样的小说 这是其实是人类很普遍 常常出现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男有女吗 过去 同性就不好吗 就是 这就是当年相声里说的那个吗 就比如说 就是单身的男人 群体居住的这个这个环境下 比方说军队 或者比方说农民工 或者说什么 那真是你要是几年下来 那出去 看见个女的 真是说看见母猪都是双眼皮的 这是相声里的语言啊 咱们不说 歧视 不要看到我成了个母猪就行了 真的 你发现没有 人们这个里边需要克服一个观念 你比如说省政协的 这个因为张峰主任就建议 去年就建议 省政协应该成立这个课题组 就去调查这个问题 对吧 但是省政协的 有的领导呢 听到这个之后 我很能理解中国人嘛 他就有点 说这个问题也太尖锐了 对吧 关于农民工的这个 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 好像还有很多 这个问题嘛 他就笑了一下 他说我们自己的性问题 还没解决呢 你看这个是反映人们 还是对性这件事啊 有那么一种感觉 你说干部说的这个话吧 他也是事实 从明代开始 老百姓都能去妓院 当官的不能去 明代皇帝就这么规定的嘛 哦是吗 对啊 就是说那个那里 那个时候妓院是合法的 但是做官的不能去 那个 那个传统的皇帝 有这么一套 一套道德 一套智慧 今天一样啊 今天同样的事情 你的党员领导干部做 压力比较大嘛 人家要查他嘛 文强不是现在说 有一个大学生 可能被他强奸 涉嫌强奸 像文强自己在法庭上否认 对对 那诸如此类 所以你做干部来讲 说我们的这个没人关心 也可以 当然很多人说 他们其实有很多途径 这是另外一回话 但是总归也是非法的 对不对 但是呢 原则上 我其实上次讲过 我们在讲那个黄段子的时候 我其实讲过一段 就是说 其实这种事情 荷尔蒙这种事情啊 集权社会 社会是从脑子里把你管掉的 威权社会是管理你的行为的 法治社会 其实只管理你的罪行 政府照理说是管得越少越好 但管得越少越好的 背后就是说 对于某一些 还没到犯法 但又不那么上台 面的 那么就比方说 刚才那个男人 拿着一些这种女人的 不穿衣服 或者穿衣服的这种东西 在看 这种东西 你说他犯法嘛 也谈不上 那你说他高尚嘛 值得提倡也不行 那这种呢 在以前呢 那就是所谓思想有问题啊 或需要管理啊等等 或者假如你手机形式 就会停机啊 诸如此类的 那你要是不管的话 政府不管怎么办 我觉得他们这个主张 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措施 所以这个里边 你你你你讲这个 就管思想管什么 我觉得这个思想深处 还是有一个罪灭感的 这个意识 你别看咱现在都这么开放 要不说我那天就讲 这个李银河博士 读尼采有心得 他这个抄录的一些尼采的话 我看了都很有启发 你比如尼采讲啊 就是在欧洲中世纪的这个教会 就是这个神权 基督教 他说 他说在古代 尼采说在古代 或者在未来 别人看起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对爱情的夸张态度 可能都会觉得 我们是没见过世面的一帮人 他说这是怎么造成的 他认为呢 爱情被过分的夸大了 这恰恰是因为教会 这么多年来 人一旦是春情蒙动 他就给你定上一个良心的折磨 你就觉得这个有罪 老实说 像我都会觉得 这个事不是好事 对吧 把这个植入你的心里 赵尼采讲话 实际上性爱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那么少 没有那么高 也没有那么低 他只是一个自然 而且他还讲啊 说实在的 性爱这种东西 他认为就像同情心 像慈悲一样 是世界上少有的 就是说既能让自己快乐 也能让对方愉悦的东西 他说这么仁慈的设计 在大自然里是不多见的 可是他的意思就是 当年的这个教会 你成功的把罪恶感 和这个人们的春情蒙动 种在了人们的这个心里 所以他就会觉得 反而的结果是什么呢 爱神越来越甜美 越来越甜美 你越禁忌 越甜美 以至于他说 我们所有的文学创作 所有的思想 都把这个爱情啊 做了过分的这个 夸大 所以我就觉得 林河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说 首先要把性爱这件事 它不是坏事 它是好事 或者说它也不好不坏 它就是这么一件事 你把这个理顺了 你的什么性文化 性法规 性管理 才能够顺理成交 我觉得这个 咱们就要学习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踩那个想法 有时候偶然一闪念也会有 有时候你想想 你要孤立起来 你想想一男一女 他也不靠别人 就两个人 可以制造出这么大的快乐 他也不烦着别人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这个事情啊 就是假如世界上 只有这两个就好了 因为你还有别人 当你一想到别人 你想想自己的别人 你想想他的别人 你想想隔壁还有人 楼下还有人 街上还有警察 你只要你这个人的关系 你想想一想出去 你这个快乐就 减低了 就开始伴随着罪恶了 对不对 而且从 我不是上次讲 史记里记载 秦始皇一登天下 第一条就是管理人的荷尔蒙 管理性 对啊 就是说你要结婚了 你男的跟人家的妻子 你就要被杀头啊 你就要怎么怎么管啊 从古至今 一开始皇帝要管的事情 就是管你的 这一部分的事情 就是管荷尔蒙的事情 一直到后来的教会 一直到这个文化大革命 一直到很多很多的时代 人们就是除了管天管地 最后还得管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 就被称之为天地之和了 你们现在两个管的事 都境界有点高了 我们之前一开始讨论 那个是一个最基本 我们现在讨论 农民工的性生活 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跟你刚才讲什么 这些东西 其实性欲 其实就跟吃饭一样 你是必须有一定 他现在只是求温饱 他连温饱都没有 没错 我们已经不是在谈什么渔悦 什么 跟什么人 情妇还是什么东西 广美说到正题了 就是我跟你说 不光广美关心 农民工的性生活 这个 我是因为你的关系 还有风哥的关系 对 现在这个媒体当中的 这个正义之事 他们都关心 民工的性生活 你看有一个民工 因为有一个民工 有一篇报道 引发争议 有一个民工 找到报社去了 投诉 说我要找我那包工头 这记者就问 说为什么 他说我包工头 快过春节了 用假钞 给我发工资 两千三百多块钱 说给我假人民币 说当时还拉着我 跟他老婆什么喝酒 什么的 让我晃 是故意做假的 结果这记者 挺牛的 这记者说 他发给你假钱 那你拿到这个工资之后 你又没有去嫖娼 你说这个记者 问他这个问题 这个民工 等一下 我去了 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 那去嫖娼的时候 你的这个 有没有别人 那民工说 有啊 门帘的外头有个男的 说我的衣服脱在外头 这记者说 不一定是包工头 给你换的假人民币 他说 因为这个记者 刚采访完了几个 都是这样的 农民工拿到工资 你可以知道 他们所谓的找这个 性工作者呀 二十块钱一次 三十块钱一次 然后农民工想起来了 说哎 对啊 我去找那个小姐 他把我拉到屋里 还可以还可以跟我说呢 说闭上眼睛 舒服 我给你按摩一下眼睛 他说衣服 外边有个男的 晃了晃去 然后办完事之后 这小姐先冲出去 然后他说 哦对了 我最后两千三百五十块钱的工资 我后来发现有两千八百块钱 也许是外边那男的给他偷换钱的时候 多给他 光美你明白 为什么这事情有关了吧 要是他们只是夫妻分居 要是他们都有老婆民工 那这个问题不存在 问题是这么多人 这么群体的所谓性的这个问题呀 他延伸出来的问题 就是刚才讲的 性工作者了 群发黄段子了 看看那个色情带 然后掉进风坑了 这些现在我们拼命主力政府 调动各界社会力量 要拼命打击的这些人 常常又跟这个群体的这个东西有关 但是解决农民工的性饥渴的问题 不是一定要用 只单用嫖娼这件事情来解决 要配合各种群体 那你说怎么办的光美 那我觉得提高 增加很多光美 没用的 你要提高整个农民工的那种生活的待遇 就是说你去 我昨天看了 看一下他们的收入还有他们的居住环境 还有他们受到的那种饮食啊各方面 那你的意思说房子住大一点吃的好一点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人性化跟合理的一些一些待遇 就像为什么一些高管他们会有所谓的夫妻可以一起住的这种宿舍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人性化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亿多的农民都有这样的待遇 但是我觉得做到部分的提升 起码你能够负担几个月回家一次 或者是让你的老婆几个月来看你一次 我觉得连这最尽量的需求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对 可以家属输舍 我跟你说 网上也有人说了 这种角度倒也值得注意说 为什么光关心这个男的农民工 对人家 性问题 对乡村女的 他有一个男的 你说他不能跟老婆一年见不了两次面 那他农村 那就有几千万的单身的女人 为什么不关心女人也是没有性生活 性饥饿 这个问题怎么办 说还让他们去嫖娼 为什么不能想到多给他们创造一些男女 可以交往 或者说夫妻能够多团聚一些的时间 这都需要想 但是眼前他们突出的关心男的 民工的这类问题 就是跟社会上的这些现象是有关的 这是比较突出的一些社会矛盾 这个我觉得这个徐老师过去是有一个观点 我现在就明白 就是说这个我们总是管 一说你有欲望 就要管你的欲望 可是这个玩意是实实在在的 没法管的 你不给他想出口 好比说我举一个咱们节目的例子 一直有观众骂我 说我做节目的时候 老看广美不看徐老师 我还不相信 结果昨天晚上我有目的地专门看了一下 确实很过分 显得好像跟徐老师关系不好 但是我就从这展开联想 我想好那么你们是管我 管我的话 我要求我自己只看徐老师 不看广美 我害怕了 难怪我觉得你今天只看徐老师 怎么样 其实这样的结果呢 大家会觉得我跟广美肯定有问题 是吗 所以说合适的办法 你看为什么说得其中啊 就是说啊 好像有个好心的观众讲 说这样了 你也不是说不让你看广美 甚至也不一定说你看十次徐老师 再看十次广美 我们可以甚至让你看十五次广美 但是也看十次徐老师 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和管理 是吗 广告之后见 这哪儿还是哪儿啊 我看见广美 我还想起一新闻 就是台湾最近对卖淫实行非罪话 我说你是台湾你是台湾人 想哪儿想哪儿就更不敢看哪儿 你要先看我好了 最近台湾呢 他对这个卖淫呢实行非非罪话 他不是说取消共产 你这是良家妇女没有争议的吗 这个就是说台湾人家说 现在要定一个性交易的那个那个法吗 就是说以后不能随便把人家视为罪 但是你知道法规和法规之间有矛盾 我先看一新闻 他要性交易的这个法呀 台湾这个法律里还有一个叫通奸罪 对对对 你懂吗 于是他就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按照这个通奸罪的法条 他在性交易法里边就只能规定说 已婚的女人如果要出去卖淫 必须敬得老公的同意 哈哈哈 然后台湾社群就反了说啊 那那要买银的人是不是也要得到老婆的同意 哎这个男女平的 这法律没法闹了 然后他们还依据这个通奸法指控说鲁迅跟徐广平啊 这个是犯了通奸罪 说说因为鲁迅跟朱安是夫妻关系嘛 然后他跟徐广没有通奸 然后最后有有鲁迅研究者跑出来考证 说鲁迅跟徐广平是26年 通奸法民国三是民是中 呃相当于1931年才通过 所以鲁迅这个没有犯法 哦鲁迅是在通过法律之前 之前 他透渡了 哈哈哈哈 这些人真是好事之足 但是这真的不是玩笑 上亿的年轻的农民工 现在就他们讲农民工 乙族都是二十郎当岁 火力旺的年轻人 大部分人都没有这个性生活的这种出口 这种健康的欲望 你管理怎么办 你知道我 我觉得这学者各种角度都有研究 有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光棍吗 我记得吗 美国人写的吗 那书里就认为 碾军当年的碾军 甚至是太平军 太平天国 说是历史上最大的光棍集团 你能想到他这种比较怪异的研究角度啊 反映什么问题 性也是某种权力和资源的分配 如果过分不均 一样有问题 各种各样矛盾 说到底是一个核心是什么 就我们过去中国传统的解决方法 叫纯天理灭人欲 就是我们依靠天理把人欲灭掉 那后来一种的就是放纵人欲 不顾天理 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 知识分子提倡的方法就是 人欲就是天理 所谓天理就是道德规范 社会制度 文明秩序等等 他必须考虑让人的天性 比较自由的 比较合理的 当然也要比较有节制的发展 因此怎么合理的安排 人欲就是天理的基础 如果是把人欲作为天理的核心考量来说 马克思也说解放人性 这是社会追求的目的 而不是简单的用天理去压制人欲 那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文涛你知道吗 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 我有好多画面闪回 你知道中国现在是发展的这么快速 那个大楼移动一动 像蘑菇一样一动一动的长出来 你知道感谢什么人 都是感谢这批人 没错 你知道我还记得几年前 就是在奥运前的一两年的时候 我拍戏拍到凌晨四五点 我才收工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可怜 然后坐着车回去的时候 我怎么看到路边那个大楼 那个工地的路边 一条一条的人躺在地上睡觉 我说啥意思啊 这些人因为天气很热 他们也没办法待在工地里面睡 然后在凌晨四五点中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他们现在基本上24小时在赶工 他们根本就 他们有的时候是连倒两班 连倒两班 他就是说他就是可能是中间两个小时 歇一会儿 然后进去里面接着干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最 最建设最基层的最底层的人 我们连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都没办法攻击给他们 吃不好 睡不好 工资低 没错 被窝子的问题都得不到长期 得不到解决 这个玩意儿啊 我跟你说 这确实是个问题 他们到城里 看见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你看她一眼 女孩子都觉得这个农民工 你凭什么看我 都是那个感觉的 所以像徐老师说的 就是当年这种 几个民工在一起看黄色录像 被人被公安抓 然后一跑 跑到粪池子里 当年大家当笑话 我就特别生气 我听着这种事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今天能不能看 法律上还是一个模糊 就说今天